好,我们继续开始上课 上节课我们讲到这儿 就是华理式公式 对吧大家 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叫 华理式公式 不开玩笑啊 叫华理式公式 你考试的时候 你可别写成点火公式了 你知道,有点火公式得 你心里有数 点火,对吧 数到一,点火乘二 二分之派,是吧大家 数到三,二,发射失败 结束,这个东西非常好记 是吧 那么接下来啊,还要再发挥一下 在实际的这种计算题当中 它不仅仅出现 零到二分之派 那么如果出现零到二派 零到派这样子,你该怎么解决呢 我们现在把这问题啊 跟大家再做一个推广 其实这个推广过程啊 也是一个 积分换源法的计算过程 一旦可以非常好的训练 希望大家不仅要会算 而且还要记得住 我们待会做一个总结 好,下面开始 住 继续记笔记 住 看讲义上有没有位置了 没位置了 你要写到笔记上去了 回头要整个的整理出来 整个整理出来 好,我们现在第一件事啊 请你求 我们依然保持 好不好 依然保持 比如说n是大于1的整数 我整个题目啊 就要保持这个n大于整数 现在的话呢 我请你求 积分 0到2π sinx的n次方 dx 请各位告诉我 你的目标是什么 应该是要把它划到 0到2π去 对不对 这个思路 因为我们有华力公式了 那么自然我想 0到2π 能不能划到 0到2π 不一定能 那如果能 那就做出来 如果不能 该怎样 所以这个思路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楚 首先啊 这个问题 得先这样办 我们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 这个性质 是需要先介绍给大家的 这里有个重要的 预备定理 这个定理啊 我本来是留待 强化阶段讲的 当然这里用 我就在这先讲一下 因为到强化阶段 还有好几个阶段 这是其中之一 预备定理 是这样说的 如果背期函数 fx 以t为周期 是连续函数 其实不需要连续啊 可及就够了 可及函数 我们写的充分条件啊 连续 那么则 我们一个重要 重要结论啊 那么基本 0到t 有了 fxdx 如果一个 以t为周期的周期函数 在一个周期上的积分 等于 积分 a到a加t fxdx 其中a是认给的 常数 认给 我先把这个预备定理啊 我要讲讲是什么意思 并且给大家要证证 好 请看啊 我问你答 小fx 是不是说 以t为周期 什么叫以t为周期呢 就是任何 t区间 长度 t区间 t长度的 这个 这一段上 这个图像 是不是都长的一样 这个能理解吧 长的一样 所以几何上来解释 这个特别简单 你比如说啊 什么叫以t为周期呢 比如这样说啊 以t为周期啊 夹着零到t 夹着零到t 长这个样子 我开玩笑啊 夹着零到t 长这个样子 周期还重 t到2t 是不是还长这样 是不是还长这个样子 它应该是 这脸一个连块 我画的没连上 连块 好吧 你看就行了啊 这个东西看就懂 你假设它来长的一样 因为我这个画 我这个手画 你们知道 这抽象 不要抽象画的 好 下一段 是不是还长这样 你懂我意思吧 好 我要告诉你什么呢 你听好了啊 如果你拿零到t 是不是面积啊 是吧 就说零到t上 所为的这个连 这块面积 跟起点无关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跟a无关啊 认给a 跟起点无关 你说我随便找一个长数a 比如说a取到这个位置 比如说a取二分之t 我来问你答 是不是从二分之t到二分之三t 对不对 你会发现 当它这一块少了这半边脸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半边脸从这补成了 你懂我意思了吗 我们现在呢 在屏幕上 我们没有办法拿着 你拿你的笔 然后呢 只要这两只笔夹的距离是t 你整体一起移动 你会发现 在移动的任何过程当中 在任何位置 这两只笔 所围出来的那块面积是不变的 懂吗 不就这意思吗 几何账 好理解吗 你这块比 滑过来 一起动 这块少的面积 是不是都在这边补偿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整个的这块面积 是不会因为起点不同而改变的 这就是这个重的性质 我几何解释啊 应该很清楚的 我再念一遍啊 这个定理说如果fx是以t为周期的 则它在一个周期上的积分值 与起点无关 这话筒一直没开 与起点无关 我看开了也没什么用 诶 这个话 喂 喂 这个是吧 你看开一下是什么情况 是没开是怎样 什么没电了 就那个音响没电了是吧 你再调戏我 你用一话筒在这 没有用 其实我自己的声音还是很洪亮的 是不是这意思啊 最后一排同学能不能听到 能 那里有音响 哦 这里很音响啊 我会音响 好 果然 喂 喂 喂 这样的话 好多了 是吧 好 我们继续来看啊 那么如果考试当天让你证明 这个预备定理完全可以证一下啊 证完了再用 你怎么证 你不能这样啊 老师会画个图 你看 你看 我怎么围 他面积都一样的 这个 你不撕这卷子 岳俊老师给你把卷子撕 对不对 证明得拿 严谨的数学分析过程 是吧 所以我讲一讲 这里用正好用幻元法 所以说这个 整个我们接下来的话题 都是围绕着积分计算 这里要保证 好 开始了 你看啊 怎么证 我简单给大家证一下啊 从这边开始 A到A加T FXDX 是不是就等于 A到0 FXDX 加上0到T FXDX 再加上 T到A加T FXDX 大家看啊 我是人为的 而且意图极其明显 看出来没 我是不是就要制造出来 0到T 你要让我 证它和它相等 我是不是强行的 把这一块 给它分离出来了 这个呢 叫积分的 可拆性 怎么拆的 大家听好啊 这一段 是这样写的 在教材中有 如果FX 在区间上可及 那么 A到B FXDX 可以被任意一个点 可以拆成 等于 A到C 加上 C到B 听懂我意思没 而不论这个C点 是否在 AB区间内 有这句话吧 C是认给的 可及区间上的点 不必 C非得在 AB内 是意思吗 就这点是个关键啊 没说 C非得是去内点 那没有这个说法 只要保证 你可以保证 你拆分的区间上 这个小F 依然是可及的 连续的函数 懂我意思吗 就可以了 就要能积分 仍然是可以积分的函数 这个式子一定成立 这个叫积分的可拆性 我说你明白没有 手尾相接就行了啊 这是C 只要这是C 大了一核 就变成A到B了 他想拆 好 你把拆开吧 最底下写A 最后面写B 中间随便塞进去点 这个点都不一定 在AB区间内 外头也行 懂了吧 只要保证科技 就可以了 这个性质非常强大 大家以后要学会用这个东西 学会用这个东西 好了 大家如果懂这个道理了 你告诉我 你看好了 我的起点是个A 大家看我这 我的起点是不是取的是A 我的中点是个还是A加T 只要起点中点一样的 中间是不是随便塞进去点 这手尾相接就行 只要保证这个手跟这个尾是一个数 这个手跟这个尾是一个数 看到意思了 可以的 好 你学会了这样一个拆积分的方法之后的话呢 我接下来就好办了 大家要证谁相等 告诉我 是不是证这个人和这个人相等啊 那你就让他俩加起来得零不就完了 对不对 其中 那果然可以 怎么可以的话呢 你看 我看这个人啊 这个人跟这个人关系是什么呢 这个关系 其中 我的积分 T到A加T 小Fxdx 它就等于 同学们发现没有 你要想研究这个积分 跟这个积分的大关系 你是不是得把区间的搞回去啊 你把区间搞回去 这是T到A加T 这个是零到A是吧 A到零和零到A没有区别 因为你贴符号就可以了 对不对 大家 那你要把它改回零到A 是不是减个大T就行了 懂吗 减大T谁减 用X减啊 所以你这个换员一定要绘画 是用X减去大T 另成U 对不对 看到没有 这个换员的目的非常明确 我是想把X的 就是基本元素的取决范围 是不是从大T到A加大T 换成零到A 你要换成啥 你就把大T要减掉啊 对不对 这叫换员法 好 一起来 换员是不是三换 一起背 等于基本 当X取大T时 你算来 X取大T时U去减 是不是零了 然后大T减大T不是零吗 对不对 再来 当X取A加大T时 那么XA加大T减大T是不是剩零 这个U的范围 是不是变回零到A了 这是三换的第一换 上下线要换 第二 背景含要换 是不是写成F 括号说 X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U加大T 对不对 是不是写成U加大T 听懂没 再来 DX点什么 是不是就是DU 因为大T是个常数 看明白没 好 一起来背 请问这个减数什么减数 是以T为周期的周期减数吧 所以FU加T还点谁 FU DU 0到A 看懂没 看懂没 好 大家知道 积分值于字母无关 请回答我 这个积分 跟这个积分 是不是正好是相反数 你看不看 再写一遍 它就等于负的0到A FXDX 可以吧 我不写FUDU了 现在FXDX 看明白没 其中 这一块既然是等于负的0到A A到0 怎么写的 还写0到A 负的A到0 顺利是吧 这块是负的A到0 这块是A到0 大家想这样加写 是不是等于0 故证明完毕 立即推 A到A加T FXDX 是等于 0到T FXDX 证明完毕 这一段啊 你还是得会的 得学一学 不是说了吗 考研不要爱考基础的东西 什么基础东西呢 课本上的基本定理和结论的证明过程 这些比较经典的数学分析过程 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这里主要考的是什么 两个 一个是积分的可拆形 是吧大家 一个叫积分的化缘法 这个都是基本功 所以我觉得这个考是完全有可能的 到讲话阶段我们还有几个结论 在这儿先讲一个 因为这儿呢就用到这个 好 证明讲完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没有 我习的吉利也有这个证明 也要考虑到这个证明 所以给大家在这儿做一个说明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用了啊 用好这个结论 可以对很多问题 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比如说什么效果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如 我给你说例子 如果 比如说 fx是极函数 听懂了啊 fx是极函数 以t为周期 t为周期 并且是连续函数 则 我请问你 积分 0到tfx dx 等于什么 一个 以t为周期的连续的极函数 在一个周期上积分等于几 我先跟你背一下 大家想 0到t 是吧 一个周期上积分值于7点无关 大家立即是否选一个恰当的a 很好 你是把a选成 负2分之t 这样的话 上面是不是写2分之t 大家想 是不是相当平移了 这样 为什么平移成对积区间 因为对积区间 积函数积分等于几 是不是得理 一定是 就不管在f4是什么 是不是都是 对了吧 这是常见的这些例子 你要把它学会 考研在这里面 经常出一些小题目 或者是 大题的某一个隐蔽条件 你如果发现不了这个 那么题目你做不全了 所以这一条 它是隐蔽的 它不会告诉你 说清楚了吧 说清楚了 这一段我全差了 我的预备工作 讲完了 为什么差 因为它是预备工作 全差了 我得让你记得住 你看现在这个题会做了吗 是吧 有一个好的预备工作 那你做起来容易多了 告诉我第一步用什么了 来正式开始了 0到2π 3x的n次方 dx 请回答我 3x是不是以2π为周期的 那么3xn次方 是不是依然以2π为周期 当然是 虽然2π不一定是它的最小正周期了 但是依然是以2π为周期的 同意吗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研究的是0到2π的积分 你不要去砍其他的周期了 它就是以2π为周期的 同意吗 同意的 好 这样以2π为周期 一个周期的积分是不是与起点无关 你告诉人家写什么了 等积分说 是不是小h强 2π到π 3x的n次方dx 现在看懂了没有 这是根据重要的积分值 与起点无关的性质 把它写出来 这样了吧 所以你接下来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 请回答我 如果n为大于1的基数 因为我这已经写了大于1 所以我写n为基数的时候 保证是至少是3了 是吧 对吧 至少是3 大于1的基数 如果n基数 大家做么 3x本身是不是基函数 你如果n是基数的话 基数和基函数的前提 是不是还是基函数 那基函数在对积区间积分 等一解 是不是得理 同意吧 如果n是偶数 我们当然知道是正偶数 因为它是大于1的数 是吧 如果n是偶数的话 大家做么 这个基函数 前一基函数 变成偶数了 偶函数在最前期间积分多少 2倍的零到派 3x的n次方 dx 看懂没 对了吧 好 继续 接下来继续处理 哦 我知道了 这里也有 偶被基函的性质 就是0到2派上 基本的话呢 如果n是基数 毫不犹豫 答案直接写0 看懂没 如果它是 n是偶数 n是偶数的话 那么这样 0到2派就写成 2倍的0到派 那大家想 接下来 是不是得算 这个0到派了 0到派 sine x的n次方 dx 这个东西 该往下怎么处理了 这个 我们是不是想拆到 0到2分之派啊 那你就放心 大胆的拆啊 是不是啊 刚刚讲过 积分的可拆性吧 拆开 0到2分之派 sine x的n次方 dx 加上 2分之派到派 sine x的n次方 dx 对吧 我想第一个 大家不要动它了 是不是第二个 做个处理 第二个做个处理的话 你琢磨一下 我是得把它 这个 这个 改回到什么 对 改回到 这个0到2分之派 是吧 但是还有一条 你不要忘记了 你得保证 这个商业还是商业吧 你不能辨明啊 对吧 你说直接拿x 解2分之派 不好意思 那变成高商业了 你说对不对 这得坚固 这个要坚固 我看来啊 我还是得用2分之派 即变不变是吧 你还得用派 不能用2分之派 那你想如果用派的话 是不是派减x就可以了 你知道吗 是不是也能回到0到派 对不对 你试试看啊 你看啊 如果这里面 我令的是 x就叫派减x等 t 我用红笔系啊 因为这里面的核心东西是换源啊 用派减去x 令成t 它也可以做到 为什么可以做到呢 换源要3块 看好了啊 派减7分 当x取2分之派的时候 请问t是不是取到2分之派 回答我 是不是啊 那么当x取派的时候 那样派减派是不是得0 很好 回去了 我们说了 上下线的位置可以颠倒 只要回到那两个数 是不是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我说的派是2分之 k派 2分之2派 是吧 所以偶不变 它说不变0 然后开始写了 那么3线什么 括号x是不是得派减t 对不对 然后n字 那再来 dx给什么 是不是负dt 不理我 这俩差复号嘛 所以负dx是不是负dt嘛 是吧 好 一起来背 根据诱导公式 即便偶不变 现在是2分之2派 这个20偶数啊 所以这个不变明啊 再算一下 把t当锐脚看 派减 锐脚 是不是在第二项线 第二项线的sine 是不是一样是正的 上也不上 哦 那么这很清楚 所以的话 还是正的 所以是sine的n次方 所以它就写成了 负号给上下线 是不是写到 0到2分之π sin t的n次方dt 各位 是不是回去了 是不是一样的 我这样说听懂了吧 所以是这样来讲的话呢 它就等于2倍的 0到2分之π sine x的n次方 dx 看到了没 好 我对于sine的讨论就做完了 你写清楚的啊 这回去要好好整理一下啊 整个过程的工作 是对于积分计算的 很好的训练和考察 而且对于它的结论 也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 这里是不是还有个2 这是还有个2呢 一共几倍 4倍 好 我写完了啊 写完之后 我就把它擦掉了 擦掉了 然后咱们这个整体的结论 大家一起来整理一遍 那么当我写到这一步的时候 大家就要知道了 它这个东西等于 我擦你不用擦啊 因为你这个你也擦不掉 你不要管它 我们的结果出来了 故 重要公式啊 积分0到2π sine x的n次方 dx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这个东西 如果n为基数 大于的基数 它一定是0 如果n为正偶数 它一定是4倍的0到2分之π 那就不要写0到2分之π了 写什么 4倍的开始π n分之n减1 乘n减2分之n减3 1乘到2分之1 乘2分之π 看到了吧 这是华丽氏公司的 另外一个形式 以后遇到了0到2π sine的 你这样来考虑 来吧 接下来一个 你说该写谁了 0到2π cosxn次方 dx 它又当如何呢 来 给你20秒钟时间 你给我动手 我看你能不能写 开始 你就20秒 我让你写个起点就可以 起步 起步就可以 我看你是刚才那个段主听懂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第一步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 还是那句话 我现在cosnx本身 大家回答我是不是以2π为周期的 回答我是不是 是 那这样的话cosnxn次方 我现在n2依然是大于1的整数 既然是大于1的整数 请大家回答 是不是还是以2π为周期 那我现在0到2π上 我是不是又写个什么 对性区间吧 所以第一步 依然是积分 复π倒π cosnx的n次方dx 对不对大家 接下来它就会跟商业有数不同 cosn本身就是偶环数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n不管是奇数还是偶数 它都是偶环数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步上来讲 你不要分 它这个不用分花括号 它没有分情况讨论 它一定是2π的0到π cosnxn次方dx 对吧大家 它一定是这个 先把这个点搞清楚 对吧 现在接下来是其中 你是不是这个接着猜 对吧 这个怎么猜 它就是2π的括号 是不是0到2分之π cosnxn次方dx 再加上2分之π到π cosn次方dx 是吧大家 其中又来了 又来了 你是不是依然是做这样的变量计划 什么换源 依然是 说刚才怎么写的 是不是用π-x 依然是用π-x等于t 没问题的 所以也就是x等于π-t 是吧 依然是用这个 没错吧 但是这时候又出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基本 这个不会有问题 x去2分之π是t是2分之π 没错吧 x去π是t取0 这个仍然是回到区间了 那么dx也是负dt是吧 是不是 所以负dt 这个都没有问题 是跟刚才一样的 但现代问题来了 大家这里面是不是叫cosn π-t的n次方 我来问你来答 这个东西啊 π-t就变 偶不变 它也是cosn 不变明对不对 但是π-t是第二项线 cosn在第二项线是负的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正负 是取决于n了 是在这儿取决于n是基数还是偶数 你同意吧 所以实际上它就写成什么呢 它就写成了基分 这个负号给上一线写回0大分之π 但是里面要写成负的cosn t的n次方 dt 同意吧 对了吧 你要写到这一步的话 大家想想看 我这个 你们不要擦 我擦掉它 你们看起来比较舒服的 我这个过程我把它擦掉了啊 我把它现在是不是要放进去了 对不对大家 你写好它啊 放在这儿 我现在把它放进去了 同意们看 接下来的讨论也蛮有意思的啊 你这个是要取决什么 n是基数还是我说了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 这个结果出来了 如果n为基数 说 你的基数的话 这个是不是有负的 所以这个就是价值 是不是得零了 对吧 如果n为偶数的话 大家直接说 那么你这两个 是不是又是一回事 几倍的 是不是四倍的零到二分之π 那么cosn又是谁 n分之n减一 乘n减二分之n减三 一日乘一乘 是不是乘到二分之一 乘二分之倍 有点意思吧 你发现 虽然过程当中稍有不同 但是结果一旦是完全一样的 你看懂了吗 cou 我的cosn 怎么说 怎么说 直接填到这儿 是不是可以了 零到二π cosn x的n四方 dx 回答完毕 这是华丽式公式的全部内容 都在这儿 其中 关于零到π 我是不是也给大家算过了 好吧 我就不再啰嗦了 你们一定要在基础阶段 把这个记好它 以往 没有基础班的时候 以前 没有这些细致的讲解 到了强化班 天天用这些 很多同学始终搞不明白 这儿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 希望你要把它用好 好 来吧 我们做个练习 接下来的例子 会用到各个区间 看看大家 是不是能够 把它做好 我们做一个总结性的例题 请你计算定积分 0到6 x平方 才能根号下 6x减去x平方dx 还要说那句话 起步自己做 20秒钟时间 开始写 现场同学 立即分笔集书 开始做题 屏幕前面的同学们 你们开始做了没有 开始了 很好 安静 好 黄 散 看 电 提 wides 窟 感谢观看 这个过程无非也就是计算量稍微大点是吧 好像也不难 这个不算困难 这样题目还不算困难 好一起来吧 第一步大家告诉我 是不是这个根号里头得配上平方差 对吧 分析 由于根号6x减x方 要配成根号下3的平方 减去x减3的平方 你写到了吧 是还不是 这个不用我啰嗦 你要配成平方差 这个常数的平方减去变量的平方 我们前面说过这件事 好吧 你还反正要测到这种是吧 你便能测成a方减去反x的平方 是例是吧 这是x的函数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不就是x的函数吗 好 写到这之后 大家接下来 是不是令 我们令 这个x减3等于什么 就等于法x是吧 等于三倍的3t 是吧 我们又开始背了 那这里头 你要保证 第一条 这个连续 导函数连续 这是肯定的 对吧 只要保证你取一个适当的上下线 对不对 这个取什么 来大家一起说 当x取0时 请回答 这个3t是不是等于负1 是吧 3t取负1的话 你取谁就行了 很好 你t取成负2分之半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法人员 是的 是吧 那么如果x取了6 那x取6 6减3是3 3除3是不是1 3t取1 你取起 2分之半是就可以了 t取2分之半 就可以了 那在这样的范围情况下 我可以算出来 x是等于 那么3加3倍的3t 是吧 你自然就放心了 我这里头的话呢 会保证x的范围 出不了0到6 是不是 出不了0到6 正好 其实是正好的 是吧 大家看这个图 按道理来讲的话 你t是取得这 负2分之π 到2分之π 各位是不是正好是 3从负1取到1 是不是 你3正好从负1取到1的话 你看 取负1的时候 这个x是不是取0 你取到正1的时候 那么x是取6 是吧 正好在这个范围里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按照这个取法的话 各位 t取在其他区间 是不是也可以了 对不对 因为你本身取的是 3的最大的 取决范围 是吧 所以其他区间应该也是可以取的 但是就计算起来会麻烦点 听懂意思吗 就仅此而已了 好 记住阶段 把这些东西搞明白了 你以后 我清清楚楚 你不会出错的 也不会再有一些疑问 这不会有的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立即推 原是ri 这点积分 一起来吧 是不是 负2分之π 大2分之π 你始终心里默念 换源要三换 对不对 大家 始终要默念这个换 第一换换完了 第二换 x平方等于什么 简单 刚才说了 x是不是等于三倍的 x是不是等于三倍的一加三一T 把三倍提出来 是吧 这样的话 x平方就是九倍的一加三一T的平方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就好简单了 三的平方 减去三的平方三一方 是三倍的扣三T 是不是 正好在负2分之π 到2分之π上 那cos是正的 所以直接写了 三倍的什么 cosT 那么dx呢 很简单 dx是不是三倍的cosT DT 所以是三的平方是九 cosT DT 大家实际上看到这儿 心里已经有数了 这明显就是 待会这是华丽丝公司吧 因为这个次数越来越高 对不对 你要是降次 再去想参加公式 那太慢了 9981 提到前面去了 对不对 然后里面 现在你不要着急 你先不要着急打开 先写 富二文字π 倒二文字π 看好了啊 我这里面把它打开 超过的写一下了 这个打开之后 是一加上二三T 加上三一方 帅不帅 再 这是这个是吧 然后乘以cosT 那么你分别算了吧 第一个呢 是拆开之后 一乘以cosT 是不是写成cosT DT 对吧 第二个呢 是二倍的三一方 乘以3 加上 负二文字π 倒二文字π 是三T 二倍的三T 乘以cosT 方 DT 是吧 最后一项 是不是三一方 请cos一方 我就插掉了 是三一方 请cos一方 再加上 负二文字π 倒二文字π 三一方 请以cos三一方 DT 好 能化减的化减 这个能算出来算出来 大家看 这是不是有一个极函数 是不是 三一是极函数 这是偶函数 前一是极函数 极函数对性区间 积分是不是得了 先划掉一个 是不是划掉一个了 好 那么这个呢 是81倍的 这个不要动 请问大家 这是不是偶函数 它是不是可以写成 二倍的零到二分之π 只要能写到零到二分之π 各位华里士 是不是可以用了 这个待会直接用了吧 这块呢 好 很简单 你动谁都可以 你比如说 你把口三一写成 一减三一方 对了吧 那么这块加上的话呢 就是积分 三一方 是极函数吧 它乘以它 不是极函数吗 是不是二倍的零到二分之π 三一T的平方DT 是这样吧 然后再减去 三一方成是 三一四次方了吧 一样是偶函数 二倍的零到二分之π 三一T的四次方DT 我写的对不对 对的啊 所以你把这三个二提出去 是162倍的 开始倍了 这个来 开始 点火了啊 二一点火 乘二分之π 加上二一点火 乘二分之π 没错吧 再减去 四三二一点火 乘二分之π 回答完毕 这个一算 这个结果很简单的啊 这里面都有四分之π是吧 是吧 然后呢 是一加一减四分之三 一加一 那二减四分之三 是四分之五吧 四分之五 162乘以四分之五 乘以四分之π 还是等约 这个能约吧 这个约多少 只能约一个二是吧 哦还真是的 他也不是 他只是二的倍数 这是二 这是81 所以答案是 八分之四百零五π 答对了 八分之四百零五倍的π 可以了吧 好 这一段 就说到这里 下面我们把 上节课留的作业 有一道题 把答案对一下 我觉得你的积分能力啊 应该是 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上节课是不是留个作业是吧 你做了没有 来吧 谁给我做一遍来 好 你们都会做 那就我自己做 来对一下答案 这个题比较简单 开始 t三方 减去3t 比上t减一的平方 乘以t加一的平方 等于 各位告诉我 底下是不是两个二重一次行试 猜四项 是吧 生次排列 t减一的一次方 加上t减一的二次方 再加上t加一的一次方 再加上t加一的二次方 是吧 大家 同学们我再说一遍啊 像这种题目 如果大家可以 就是比较 你要中学知识 计算能力强 你自己拆 是吧 我不是说不行 但是啊 为什么讲有点很积分 就是说 你如果真的不会拆 你就老老实按我的规矩拆 也不费时间的 没办法 而且我们还有认取x 取特质的办法 是吧 我可以保证你 准确无误的拆开它 这叫通法 自然是有用之地的 对不对 你中国做真题 你就会明白这个道路 好 这上面写a 这上面写b 这上面写c 这上面写d 好 一通分 一起推 d的三次方 减去3t 等于 a要乘以谁呢 它得乘个t减1 是不是 它还得乘以t加1的平方 b要乘谁呢 它要乘t加1的平方 c要乘谁呢 c要乘t减1的平方 还得乘个t加1 而d要乘谁呢 d要乘t减1的平方 所以非常简单 我们先取谁 t若取1 立即推 t取1 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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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有一减3是 负2 它就等于 只剩这一项了吧 那么这一项的话就是 4倍的b 所以立即推 b等减 负1分之1 没理我 对不对 然后取t等于负1 立即推 负1的话 这项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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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这项 所以负1的话呢 负1加3 是正2 它就等于 只剩哪项了 只剩这项了 4倍的d 那这样立即推 d是不等于二分之一 是这样吧 再取t等于减 取t等于0 是吧 取这简单说 t若取0 立即推 那么这边是0 等于 0的话 这里就是负a 是吧 负大a t取0 自正c t取0 只加d b和d 加起来 已经是0了吧 所以是不是 从这得出了a等c 好 最后一个 比较什么 d的三次方的系数 立即推 那么这是1 等于 这边的话呢 是不是有一个a 这里没有 这里有个c 这里没有 是不是立即推 a等c 等于二分之一 是不是很快 你这个是非常快的速度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 把它解决了 我们会发现 a c d 都是二分之一了 只有b是谁 负二分之一 负二分之一 所以 写完了啊 你们这是对答啊 所以我这块就把它擦掉了 写完就擦掉了 所以我们非常快速准确的 把这个有理式拆成 四个脆减有理分式之和 好 写完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i就等于 大家想是不是 那二分之一可以统一提出来 对吧 然后积分 第一项是 t减一分之 dt 同意吧 第二项是减去 t减一的平方分之一 dt 再加上 t加一分之 dt 再加上 t加一的平方分之 dt 是吧 瓦解敌人 各个击破的感觉 让我们更 易于去拆 而不是去倒带坏 是吧 这个意思你要明白 这样会更好一点 这项是结 loin t减一的绝对值 这项是结 这很简单 u分之 u分之 负u分之一吧 负负得 加上 u分之一 这块是 加上loin t加一的绝对值 这个是 负 t加一分之一 这样子 对了吧 你若想合并 合并也是 是吧 你不合并 这样写意思 可以的 有了吧 好 关于这个 一元函数 基本上的计算 我想基本的内容 大家就掌握好了 我 你